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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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外面不喝酒 我不參加Cocktail Party 我不參加那種 穿得很漂亮的那種慈善Party 這不是我不太去 所以你做他的太太 只能加分不能減分 不要把自己放太大 把自己放低的時候 你很自然看的事情就是大 就會壓迫人家做的事情 我覺得並不是幫助別人 而是你自己在讓自己成長 張忠謀台灣的辦公室都掛滿了太太張淑芬的話 張淑芬呢在張忠謀夫人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志工作家以外又增添了一個新的身份 畫家 而張忠謀呢 則從最早的時候想當作家 後來研究機械工程 又進入半導體行業 最後學創業和管理 他們夫妻倆的人生都有幾趟旅程 活出了幾輩子的精彩 這其中共同的核心就是終身學習 看到您和先生在這個人生的一路上 都是不斷地去成長學習 你怎麼理解終身學習這個概念 理解我想不是理解而是自然吧 他看的東西的時候 萬一有一個字他不懂的話 他是一定去找字典裡面 把那個字寫出來 那你看半個鐘頭之內 他一直在唸一直在唸一直在唸 這是他對一個生智的一個解釋 可是對要是我們要到哪裡去 或是講到一個地理的時候 他把地球本子就拿出來找 再去看他的歷史的背景 他是比較內在 而且他比較沉思 他有時候開完會 他會跟人家吃完飯 或怎麼樣回來 他要是一個人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曉得他一定是在回想 他前幾個鐘頭的事情 所以這種反省和學習 變成了一種生活習慣 就這麼多年下來的 我想他是認識自己 跟改變自己的一個習慣 我不曉得他自己知不知道 可是這是我自己觀察到的 他很專心 你在他在看報紙的時候 你不要跟他講話 他會說 你不要吵我 我在看報紙 他看連續劇的時候 他看只有一劇 他沒看到 他會跳回去 很認真 就做什麼事情都很認真 對 連娛樂放鬆的時候 都要這麼認真 對 看到你們兩個都是一個 共同的愛好就是閱讀 你們會分享大家看的這些書嗎 會互相推薦這樣嗎 會 英文小說他就先看 看完以後 我們有個習慣他就會寫分數 那等我要看的時候 我就看他寫分數的那個高分 我再去看這樣子 所以還會打分 然後好的就會推薦你去看這樣子 對 那你們各自喜歡哪類型的書呢 他喜歡看自傳 就是比較成功人的自傳 經濟方面的 他現在看很多AI的東西 他還是在學習 我以前會看心靈的 心靈宗教方面的書 就推薦給他看他不看 他做人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他覺得他不必學 張忠謀和張淑芬 除了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起學習成長 當然也少不了互相影響 對於張淑芬來說更是如此 先生的高道德標準 和高社會地位 使張淑芬時時刻刻 注意自己的言行 提高衡量自身的標準 她的要求不多 事實上當她的太太 她的太太並不難 但有些地方也很難 就是說第一 當她太太 張忠謀太太的時候 等我 很多地方不應該去 很多 我在外面不喝酒 我不參加 Cocktail Party 我不參加那種 穿得很漂亮的那種 慈善 Party 這不是 我不太去 因為這不是我跟Morris的風格 這個是你們有談好的 就有談過這件事 沒有 很自然 因為我先生不去的 那我幹嘛去 我先生不去的地方 我是盡量不去 那我基本上我也不喜歡 所以很多雜誌有趣 我說我們也衣服穿 我們兩個喜歡自在 最近我生日 她就跟我講 我回來我帶你去珠寶店 你去選任何東西都可以 我跟她講 只有你這個心我就夠了 所以擁有財富 對你們的生活 好像有帶來很大的改變嗎 當然你不能說完全沒有 可是賈郎先生 那些都是樹母子 一個人到一個程度 你生活到一個程度的話 像我穿衣服很簡單 我們家的那個工人 他穿了衣服 他在路邊買了幾百塊衣服 兩三百塊的褲子 很好看 他就說那你拿去穿 我也就穿了 那Morris更是不在乎 他有一雙鞋 巴黎的鞋子 穿了十幾年 我說你該換了 在紐約我就帶他去買 OK 那那個牌子就說 Yes 是我們的牌子 他說 But Sir 要是我們每個人 都像你這樣的話 我們的店都要搞 都要倒店了 所以你覺得 你嫁給他這樣的一個人 有對你自己 有帶來很大的改變嗎 他讓我做我自己 他給我很多空間 那只是我自己 要跨出去這個空間 有多大 所以你做他的太太 只能加分不能減分 那你很自然會 看我做得怎麼樣的時候 很自然的 對他的尊敬還是不要去破壞他吧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改變 沒有很痛苦 剛結婚的時候 我們過年的時候 我們會有公司的寫notebook 他看到我拿了一堆 五六七本 他第一個就問我 他說你有沒有付錢 我嚇一跳 不就一個筆記本是吧 算 他問我有沒有付錢 我說沒有 他就是說 要是每個眷屬 這個時候我就變成眷屬 他說要是每個眷屬都跟你一樣的話 公司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就跟他講 好 我說以後要付錢的東西 不要拿到家裡來 所以變成和他一起 要對自己的要求和標準 都要提得很高 你自然要提得很高 因為他是那種人 那我覺得很簡單的 譬如你送我一盒水果 我還沒有給他吃 那我們見到面 我不是跟 我說Morris你就謝謝他 你吃了水果 他當然是謝謝你 對不對 完了把我拉到一邊 他說我以為你是不會騙人的 這個都算騙人的 對 他說這種事情 以後不要叫我做 因為他還沒有吃到 所以他說他不能說 所以很多這種事情 有時候我當下會很生氣 可是我很快 我一秒鐘倒回去 我就會說 好啦 我很尊重你 那我下一次當然就不會 再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他也是很特別 因為一般都說奸商奸商 很少有 真的是道德標準 這麼高的一個商人 很高很高 他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他不是商人 他認為他是企業家 企業家 所以他 他眼睛裡面也看不 看不慣別人 跟他不一樣 所以我不曉得同仁跟他在面前 是怎麼樣 我看到有人笑嘻嘻的出來 我說你沒有被罵 但他雖然這麼嚴厲 但他一直都可以 吸引和留住很好的人才就是了 同樣的人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 本身就是很誠信的人 那公司在存在的人都是有同樣理念的人 他interview同仁的時候 他並不是看你的專業有多少 而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公司的這些理念 就要相同價值觀的人一起去做事情 什麼樣的價值觀 又是對你們家庭來說最重要的呢 不浪費 我在外面吃東西 我們都會打包 不會奢侈 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別人 那我先生也看到我 我不曉得他是因為這個跟我結婚的 所以他現在連他自己都會打包回來回家 這是無情中的 我的行動去感染到他 張淑芬和張忠謀以恩愛著稱 在國內外的各種場合 總能見到他們牽手相邪的背影 他們一直互相鼓勵 張淑芬是無條件地支持張忠謀 總說不能做任何減分的事情 而張忠謀呢 則是一直讓張淑芬做回自己 他們一直選擇過著低調平淡 但精神世界又極其富足的生活 但他在外面當然大家都覺得他很嚴厲啊 非常嚴謹 那您相信是唯一看到他另外 不一樣的一面的一個人 他又怎麼樣不一樣的一面呢 他要是不是董事長的話 在我家的時候 是我先生的話 很柔很疼我 那當然你不舒服 最好不要讓他知道 我昨天很不幸 在他面前磕了幾個磕手 他一直跟我走之前 你別忘了 一定要去看醫生 一定要去看醫生 你有一點點痛的話 他比你痛 所以他也可以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在生活當中 他是很感性的人 他的內心很溫溫 可是他的理智上面很精細 這個也很好玩 他是有他的生活上的一面 和工作上的一面 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一面 不相同 他在外面他有一個 決定事情的那種 集中的那種東西 所以他會比較緊 那他回來的時候 尤其是長假期的時候 你會就看他 就慢慢慢慢鬆下來了 那時候他就跟你要糖吃 你們從來不談公事嗎 他有時候會講一講講一講 我天天也就算了 第二天他還不把 他也不把結果告訴我 那我也忘了去問他 所以公司的事情 我幾乎不太知道 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我問他會告訴我 可是這個 不是我最主要的生活 他在決定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回來我不講話 我先給他一杯酒喝 先放鬆 對 那回來頭一兩個鐘頭 他不講話 那我就會跟他弄弄他的臉 我說你回來了嗎 他說還沒有 心還沒回來 心還在上班 所以做一個太太的時候 你要學會就是 如何跟這種人去共存 所以就變成他在家裡 這個鬆弛的這個部分 就您的這個角色 就非常的重要 要幫助他 就幫助他可以在這麼緊張的 一個環境下 還能有他生活的一面 還能鬆下來 還可以還原 到他的本質的一些東西 張淑芬的生活 除了張忠謀以外 還有一大部分 給了畫畫和慈善事業 作為這樣一個身份特殊的人 她如何平衡不同的角色 她如何把愛心與慈善的理念 帶入台積電 如何以溫柔平和的力量 堅定前行 丈夫張忠謀又給了她 什麼樣的支持與鼓勵 下一節我們一起來探索 張淑芬的大愛世界 雖說畫家是張淑芬的新身份 但其實她已經習畫十餘年 2017年12月 她的四夫抽象畫作 在2017羅浮澳秋季拍賣會上 公開拍賣 這也是她的作品 首度登上國際拍賣會場 因為他們在講就是說 真正的畫家 是只有一個風格 她說你太亂了 太多風格 可是我在想 叫我畫同一個風格 我說我不要當畫家 為什麼你覺得 你要不斷的是 就不斷的是不同的挑戰還是 所以你畫畫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情緒 我沒辦法一直就是說 這個把它乖乖的在那邊 畫兩三幅 一兩個月半年都同樣東西 所以不是為了畫而畫 而是說隨著你的情緒 而是對你來說就是這種抒發 對 那你覺得畫通過畫你想抒發 什麼樣的一些感情和情緒在裡面 有時候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做公益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無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你只能做你能做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畫的時候 今天心情畫的時候 我是用裡面的力量 用不同的顏色跟力量 來表現出我裡面的那種愛 我沒有辦法給別人愛 我不能隨便跟人家講愛的時候 我的畫裡面有很多的愛跟感情跟意境在裡面 這是你要告訴我的 張淑芬以愛和柔性的力量 影響著張忠謀和小佳 同時她也把這份愛傳播給社會 影響著大家 她說你把自己放小 其他東西都變大 你就會學會關心別人 她接下台積電志工社的社長 發展了9000多名的志願者 把更多的溫暖駐入這家公司 也助力推動社會變革 我們的台積電工藝做得很大很大 我們有4萬多人 可是我們有9000多個志工 我們每 那我們的志工因為多 所以我們在整個全台灣 每個禮拜差不多二三十個人 分佈在台灣的各地去做 所以我去看的時候 我去學習學怎麼照顧獨居的 偏遠地區獨居老人 從老人裡面 你就看到社會上的 家庭倫理的減少 你平常沒有人照顧的 等你真正過世的話 照顧那些人就要來分錢了 所以你看到家庭倫理減少的時候 我就出來提倡孝道 可是孝道要怎麼做 人家說你怎麼做 那我就請台南市的市長 我打電話給他 我說台南市是個文化城 你能不能把孝道放到你們裡面 他說可以 做出來以後我們就跟 我直接去找教育部 我看到他們有個公文 發出去公文 規定有個孝道要置入到書課本的時候 我眼淚留下來 我想最主要我先生的形象很好 我的形象也沒有那麼不好 所以人家願意跟我們合作 所以你也是要整合很多方面的各方面的資源 去推進一點點的進步和變革 最近也是 最近所以這個花我蠻多的 我必須要冷靜下來 要很就是不要衝動 一步一步的想一步一步的做 應該找什麼樣對的人怎麼做 那還要學會不要把自己放太大 把自己放低的時候 你很自然看的事情就是大 就會合作人家做的事情 宗教會在講上無我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無我是什麼 我有一次到山上去 一個老先生穿個雨鞋 拿個手提的水 因為他沒有水 我抱他我親他 後來我同學就跟我講 他說Sophie 他說我看到就覺得有點髒髒的 你怎麼可以去抱他這樣 我忘了我根本忘了他是男的女的 或是髒乾淨 就是你要把你的love就跟他share 所以做二十多年來 你覺得你最大收穫是什麼呢 有一個志工社把台積電的那種 以前我剛去是冷冷的感覺 現在我就笑得比較多一點 而且很 那些出來講他們走第一線的時候 你是被感染的 我完全懂得他們在講什麼 做志工是你只要真正走進去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的那種love啟發出來 我覺得並不是幫助別人 而是你自己在讓自己成長 因為你接觸到你不同的一個人群 他們的需求對我來講是很小 可是對他們來講是很大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慢慢慢慢地擴大的時候 那加上自己的年齡你的經驗 看得比人家多 所以我的思想就會越來越廣 2009年5月初的一個清晨 上百名被台積電解雇的員工 葉宿張忠謀加錢以示抗議 六點天剛亮 卻見到張淑芬帶著30份早餐下樓 素顏減幅到現場關心員工 張淑芬說她的這些行為 並未事先徵得丈夫同意 也沒有過多考慮 多年來張淑芬為人率性真誠 她熱心公義 追尋興趣愛好 成為了一種企業家夫人的 另類典型 這與張忠謀的充分信任與支持 密不可分 她給我 我想我最感謝她的是 她讓我成長 她對我信任 她讓我 我做志工 她一句話從來沒有問過我 她會支持你到一線嗎 但她指示我到一線做了回來 她不問我去做什麼 基本上她是信任我 但我想她有觀察過我 她觀察到一個人 她一信任的時候 她就 細節她就不去查了 她只會問你累不累 開不開心 那您覺得您在她生命中擔當了 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因為你們一直都是互相鼓勵 一起去走這條路 我任何有困難的時候 她那雙手都會 都會擁抱我 有時候擁抱太緊了 所以我是覺得 尤其是年紀大了 有個很好的伴 是一個上輩子修來的 那我一直覺得 我很想把我所擁有的 去分散給別人 所以我才花那麼多時間 要自己去做 而且我很高興看到 台積電的成功 使那麼多的同仁的努力 那我是覺得 這社會是美的 那我們再去盡一點力 把這些美的力量放在一起 我覺得社會會更好 那你覺得你可以留給這個社會 就下一代最寶貴的財富是什麼呢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 我可以留給社會什麼東西 我就是做 我不往後看 因為 你有期望的話 你會有失望的 那我做了 我就放下 所以有很多人說 我們曾經在哪裡 你幫過我什麼忙 什麼這樣這些 我說真的啊 我不記得 那下一步呢 還有什麼樣的一些計劃呢 我可以自己做下去 我覺得我會留在這邊 而且我先生也曉得我喜歡做 所以她自己講她退休 她說我太太沒有退休 不過我很高興她退休 因為對我來講 我總算有一個完整的先生 我在等這一天 等很久了 我在邀約採訪的時候 第一次跟她通電話 那她在用很快的語速 跟我討論了一堆的事情以後 她就說 我就是一個非常簡單快樂的人 相信你會喜歡我 那從第一次跟她通電話 到見面 再到交談 其實她給我的感覺 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非常帥直和快樂的人 無論是她的書 她的話和她的人生 感覺都是充滿著愛和喜悅 非常積極地去面對這個世界 先改變自己 再改變身邊的人 乃至在改變社會和世界 她是一個實踐家 行動家 想到什麼就去做 喜歡做就去做 非常溫柔但也非常的堅定 領航者在2017年從無到有 採訪了39位全球頂尖的行業領航者 和前瞻者 發現他們都是終身學習的典範 那麼在下一集 我們將帶領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他們都給領航者的觀眾們 推薦了什麼他們摯愛的精品書 我們一起終身學習 我已經是一堆 可以去看一看 我們去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